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 除了中山科学研究院正在研发无人潜艇外 其他如美国 中国 俄罗斯和英国也在积极开发类似装备 台湾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顺利进入测试阶段 得益于中山科学研究院将当前IDS的相关红区装备技术 成功移植到惠龙专案中 因此 可以说 惠龙专案与自研潜舰紧密相连 二者共同研发 形成了这一成果 让我们把视角放到自研武器海昆潜舰上 尽管自研潜舰的成功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由于大型潜舰在较浅的海峡中作业受限 大多数的执行区域仍然会集中在台湾南北海域或东海附近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能够配备一款小型水下载具 既能避开解放军的反潜机 又能在海峡内执行排雷或伏击任务 将有助于减少国军船团的不必要损失 因此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中山科学研究院即将完工的无人多用途水下载具惠龙专案 能为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战略价值 相信 在潜舰自研问世之前 海军一直是许多人较少关注的话题 因此 对于这个话题可能感到陌生或难以理解 其实 我在初次接触时也有同样的感觉 不过 就像一直需要均衡营养一样 作为一个业余的军事爱好者 我也必须尽量熟悉海陆空三军 以便能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介绍这些信息 以下是一些主要国家的潜艇概况 每个国家的潜艇都具备独特的设计理念与战略用途 一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潜艇部队 主要由核动力潜艇SSN和SSBN组成 代表型号 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是美国现役的多用途核潜艇 主要用于攻击敌方舰艇和潜艇执行侦察任务 特种作战的它具备隐蔽性强噪音低等特点 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是美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 可携带24枚三叉戟2D5弹道导弹 是美国海基和威射的核心力量 美国潜艇主要依赖核动力 具备长时间潜航和远距离作战能力 2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时期的大部分潜艇技术 拥有强大的核潜艇与常规潜艇混合舰队 代表型号 亚森级攻击型核潜艇是俄罗斯的一种多用途核潜艇 专门设计用于打击敌方潜艇和水面舰艇 并能发射巡航导弹进行远程打击 北风之神级弹道导弹潜艇是俄罗斯最新的战略核潜艇 主要用于核威射 配备了16枚布拉瓦弹道导弹 俄罗斯潜艇在火力与攻击镜方面尤为突出 尤其是在核武器的携带能力上 3 英国皇家海军以核潜艇为主 尤其是战略核潜艇代表型号 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是英国最新的攻击型核潜艇 具备全球部署能力能执行多种任务 如反潜 反舰 情报收集等 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是英国战略和威慑的中间力量 能够发射三叉截二弹道导弹 常年执行和威慑巡逻任务 英国潜艇注重隐蔽性和核打击能力 是全球少数完全依赖核潜艇的国家之一 四 法国拥有较为先进且独立的核潜艇部队 具备强大的战略与战术打击能力代表型号 索鱼级攻击型核潜艇是法国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 索鱼用于板前 板舰及支援特种作战任务 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是法国核潜艇力量的支柱 携带M51弹道导弹 确保法国具备可靠的海击和打击能力 法国潜艇强调 自主研发和核潜艇 同时具备高度的隐蔽性 德国主要以常规动力潜艇为主 尤其以I空气独立推进技术著称代表型号 212A型常规潜艇是全球领先的I部潜艇 采用燃料电池技术 能够在水下长时间航行且噪音极低 非常适合执行隐蔽任务 德国的I部潜艇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 具备高隐蔽性和长截航能力 广泛出口至世界各国 6.日本海上自卫队 以常规动力潜艇为主 特别注重潜艇的隐蔽性与反潜作战能力 代表型号 舱龙级常规潜艇是日本配备I系统的先进常规潜艇 具备较长的水下续航能力 适合近海防御和反潜任务 大晶级潜艇是日本最新型的潜艇 进一步改进了I系统和声大设备 具备出色的隐身性能 日本潜艇以精良的制造工艺 和先进的升学隐身设计著称 在反潜作战中表现出色 这些潜艇各自代表了不同国家的技术特色和战略需求 同时 他们也显示了潜艇在现代海军力量中的不可或缺性 正如开头提到的那样 目前 有能力制造水下舰艇的国家 已经着手发展更先进的无人水下载军 坦白说 这类无人载军的发展与无人机非常相似 最初 他们主要是为了解决 人类无法到达的地方的问题 比如用于探索或娱乐等需求 军事应用在早期并不占主导地位 除了当时的技术还不够成熟外 早期的无人水下载具开发通常是为了进行打捞或实验 帮助人们熟悉潜艇下水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状况 或是打捞沉没的武器残骸等 直到近20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和现代战争的变化 军用无人潜艇的前景才逐渐引起了各国军方的关注 不过 在深入了解军用无人水下载具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无人水下载具的分类 无人水下载具在英文中同称为UV 主要分为两大类 LV和AUV LV是指有线控制的水下机器人 是较早期的一种水下无人载具 它的工作原理 类似于小时候玩的有线遥控车 由水面上的人员通过缆线进行操控 然而 这种LV类型的无人载具有明显的缺点 操控距离受到缆线长度的限制 缆线有多长 操作范围就有多远 而且 通常通过电缆提供动力 以维持载具的续航能力 这是LV被认为属于早期技术的原因之一 因为当时的无线控制和AI技术还不够成熟 无法实现自主巡航 相比之下 AUV的技术就更为先进 AUV是自动水下载具的缩写 是近20年来 逐渐普及的无人水下载具类型 AUV不再受到电缆的限制 只要具备足够的动力和燃料 航程几乎没有上线 AUV通常使用电池作为动力来源 尤其是随着近年来 锂电池技术的不断发展 AUV开始换装锂电池 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续航能力 除了摆脱电缆的束缚 AUV还配备了AI系统 使其能够在水下自主执行任务 遇到特殊情况时 人员只需通过超声波 进行远程控制 因此 AUV现在被认为是水下无人载具 未来的发展方向 初级军用AUV的研发 主要用于侦察和排雷 通常体积不大 外形类似鱼雷 能够在海底复杂的地形中 明活作业 典型的例子有美国的刀鱼 台湾的海狼号和中国的乾隆一号 近年来 战术AUV的概念 已经扩展到更大型的AUV 赋予它们不但具备战术价值 还能像攻击型潜艇那样 具备战略意义 代表性的大型AUV 包括美国波音公司的普京 俄罗斯的波赛东 以及今天的主角 台湾的汇龙专案原型艇 普京是基于波音公司早期 AUV火影航海家研发的成果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体型非常庞大 长约16米 宽6米 而根据波音公司的资料显示 未来虎晶可能会进一步 扩展到26米长 以便加装鱼雷发射管 使其具备发射鱼雷 和潜射反舰导弹的能力 从而成为一款 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 此外 虎晶采用锂电池驱动的 常规动力设计 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15公里 其背部配有通气管 允许潜艇在电池耗尽时 浮上水面 使用柴油引擎 为电池充电 由于AUV无需考虑人员的生理需求 虎晶能够在最大深度达 3350米的水下作业 同时 它无需频繁靠岸补给 可以在水下连续工作数月 航程高达一半两千公里 已经接近某些早期 常规动力潜艇的水平 未来 虎晶有望部署于 西太平洋的战略位置 如台湾海峡等 不适合大型潜艇活动的潜水区域 执行侦查 电子战等任务 甚至可根据需求释放小型AUV 来完成大规模的扫雷或排雷任务 惠龙专案的定位 与虎晶相似 该项目自2019年 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启动 赤资约36亿台币 打造了一款多用途大型 AUV圆形艇 预计功能与未来改装的虎晶相近 它不仅具备自研潜艰的声纳系统 和两具鱼雷管技术 而且成本 仅为常规动力潜艇的约十分之一 使得该原型艇 不仅适用于不对称作战 也能达到未来军用AUV的标准 在船体设计上 惠龙专案受益于之前 自研潜艰的经验 采用了双壳设计 预计原型艇的长度和宽度 各为30米左右 挺高为6米 排水量约为200吨 这个排水量 已经超出了微型潜艇的半酬 为了确保原型艇的水下测试安全和准确 中山科学研究院计划派遣24名人员上艇操作 因此暂时加装了维生系统 并扩大了船内空间 方便人员操作和活动 但在未来的量产型号中 这些设施可能会被移除 以减少体积并增强在潜水域的机动性 这也解答了一个常见的问题 既然有了更低成本的军用 AUV 为什么还要继续制造大型潜艇 其实两者的任务目的不同 军用 AUV主要部署在较浅的台湾海峡 用于执行排雷 扫雷或侦察等隐秘任务 虽然AUV也具备一定的攻击能力 但由于彩蛋量有限 其火力远不及大型潜艇 而像海坤号 这样的大型潜艇 将主要用于在台湾南北海域进行任务 目标是 对抗解放军可能封锁的航母舰队 在这种情况下 强大的火力显得至关重要 因此 军用AUV和大型潜艇 并不是互相排斥的项目 而是相互补充 共同发挥最大战力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